随着美国开始大规模接种计划 白宫官员也陆续获安排接种疫苗 华府公布副总统彭斯夫妇 以及国家卫生总监阿当斯 星期五将会在白宫公开接种疫苗 至于总统特朗普何时接种 发言人说交由医疗团队判断适当时机 总统当选人拜登的过渡团队透露 拜登最快下星期接种第一剂 他曾经说会公开接种疫苗 向美国人证明疫苗安全 但就不会打尖优先接种